一整個歷史年代全部結束 然後文學性的作品 依照年代的呈現這樣子 啊 期間會配合我們的新詩 至於這個樣子的話 為什麼說呈現在這個路邊 因為我們用木製品所呈現的作品 剛好融合在這整個樹林裡 剛好融合在它生長出來的樹 也不會非常的服務 在樹葉的喉索演映之間 啊 一首詩呈現出來 這是我們的冥想的想法 是這樣 他說是用木頭的字體 上面就像雅惠老師剛講可以刻字 如果是很經典的作品 我們用刻字的 如果是說你隨時可以更換學生的作品 我們可以用油漆寫 或是用什麼這樣 臨時放上去 學生的作品可以更換 經典的作品是永遠不會變的 年代的經典作品不會變 學生的作品可以隨時呈現這樣 我們現在大致的想法是這樣 至於步道是一條線 當初是 校長有提到說 一個文學中品 這個是因為大部分老師認為說 如果要配合年代的話 有一個起點跟中點 一條線性的發展 學生的概念會比較淺一點 文學中品它的好處是集中範圍 學生的往來的文數多 我忘記我講過什麼話 你有這樣講 所以我們特別為了您的提議去開會 決定要用文學中品還是文學步道 然後來十六票 一票我們決定用文學步道 線性的 然後配合歷史的軌跡 純建經典文學作品這樣 監獲穿插學生本質的作品 這樣我們錯誤的規劃是可以的 謝謝師傭 簡工不出